还有些关注 在历史之中 希鲁多德所使用的文献资料 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文学作品 在历史中多次提到 散文既是家 赫格尔泰阿斯 及许多诗人的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是 以他叙述依靠的材料 那都是用来证实他的叙述 还有的是出于批判的目的 二是神谕 希鲁多德在历史中大量的神谕 使得人们猜测 他有可能看到了整理层测的声誉 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 同时不排除他们来自传说的 这一可能性 三是纪念物档案与名文 不过希鲁多德的历史叙述 主要靠的是口述资料 由于口述资料的性质 是学者们无法追究 其资料的提供者到底说了什么 由于一些学者 对希鲁多德的著作的真实性 提出了怀疑 然而我们不能依据